有请我们的罗委员以及我们的主委共同集罗 我们的开幕仪式正式开始 掌声鼓励一下 郑爵士大师野文化祭活动 在立委罗美龄 嫌疑员尤浩等多位嘉宾 共同敲响铜锣后 正式的拉开序幕 为其三天的活动 有许多精彩的内容 也欢迎民众共享盛举 大师野文化祭筹备将近半年左右 也很欢迎说很顺利 筹备到现在来很顺利 很欢迎到各单位 会把我们基督 职班 一些赞助单位赚三天 希望我们正式的常态性 如果办大师野文化祭 可以推动我们关于大师文化 还可以带动我们市中心的繁荣 县府民政处长吴燕玲 代表县长林明珍出席活动 感谢苗芳的用心规划 弘扬宗教文化 并为地方带来热闹的氛围 那也要特别感谢兰主委 用心规划了这一次的活动 那活动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也非常的多元 那活动期间也营造如家名华会 热闹的一般景象 那代表的宗教文化的一个兴奋 跟蓬佛 那同时也借由这个一个活动 此次的郑爵士大师野文化祭 能够盛大的办理 鲜员友好肯定妙房的用心 也邀请民众一同参与 筹办了很多不错的活动 包括等一下有布施 还有街头艺人的表演 还有晚上的彩节 也有金龙队一起来参加 今天的话 其实还有正扁的仪式 晚上有晚会 后天还有地瓜美食的文化祭 大家可以一起来这边参加 那所以都可以在在看得出 南志伟主委以及郑爵士 大家所有干部的用心 也期待着 这次郑爵士文化祭 大家可以一起多多宣传 让不管是祖山的好朋友 一起来参加 包括南投 包括林内斗六 许多附近的好朋友 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郑爵士的这个大十一文化祭 还有让我们祖山的在地特色 也可以借由这样文化祭 还更让大家能够知道 议长和顺丰肯定 妙房规划活动的用心 也邀请民众能够前来祖山 参与地方的宗教盛事 感受人文热情 记者卢亦凯 祖山采访报道